别人的尺子量不了你的人生 别人的地图找不到你要的路 不要委屈自己去讨好别人 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季节性的 这一程相遇下一程退场 不要在任何的一段关系里自我管动 更不要心有不甘的去质问别人为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是你对谁好 谁就会更加的珍惜你 现实呢往往都是相反的 更不要高估了你在任何人心目中的位置 到最后你有可能什么都不是 直到自己坚定的东西被自己抛弃 才明白没有什么是永远的 人生的下半场好好地善待自己 不生气不取悦不为别人而活 不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学会释怀才是心灵真正的解脱